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 追梦路上的坚持与荣耀 亨是代言人的背后故事 在追梦的旅途中 总有一些人不畏艰难 迎风而上 诚意便是这样的执着追寻者 2024年 诚意一举成为全球知名食品品牌亨市的首位中国代言人 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 不仅标志着诚意在演艺事业上持续的成功 也为他的人生书写了崭新的一页 诚意的成长与奋斗 诚意于1995年出生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家庭 自小 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艺术细胞 在学校的话剧社中 他不仅积极参与演出 更在舞台上找到了表达自我的途径 这段经历为他后来 进入演艺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中时期 诚意选择了专业的表演培训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演技 很多人不知道 在初入演艺圈时 诚意也曾遭遇重重挑战 因为外形条件并不算突出 他的第一份视镜便被导演拒绝 这次挫折没有让诚意退缩 反而激励了他更加努力 他开始系统学习表演 参加各类角色的训练 演艺事业的起步 2017年 诚意凭借在热门电视剧 《古剑奇谈2》中的表演 获得了广泛关注 虽然刚开始的角色并不显眼 但他凭借扎实的演技 和对角色细腻的理解 成功塑造了深受观众喜爱的形象 再加上他的谦逊与努力 诚意在演艺圈逐渐打响了名号 观众们也开始喜爱 这个真实而富有 温暖感的年轻演员 逐步展露头角 随着人气的提升 诚意参演了《长安十二时辰》 和《山河令》等多不口悲剧 此时他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 尤其是在《山河令》中 他与陈飞宇的默契合作 展示了他精湛的演技 和对剧情的敏锐理解 正是这一系列出色的表现 让他赢得了许多粉丝的心 逐渐成为00后和90后追捧的偶像 亨士代言人的背后 2024年 亨士选择成意作为其中国首位代言人 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亨士向来以其高标准的形象 与品牌定位而闻名 而成义的选择显然是对其品牌形象的高度认可 他与亨士的首次合作辨识意面 借着这个契机 亨士还特别开设了新天猫店 展示两者的深度结合 亨士对于成义的人气和市场价值 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直播活动中 成义代言的意面迅速受庆 直播间人气高达四五十万 这不是偶然 而是他多年打拼换来的结果 亨士此次重视成义 无疑是基于他在年轻消费者中的巨大影响力 同时 这样的代言人选择也为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 办公室变身追星圣地 尤为有趣的是 亨士在中秋节前夕将上海办公室 装扮成了以成义为主题的追星圣地 到处都是成义的海报和周边产品 给员工们带来无限的惊喜和欢乐 这种跨界合作 不仅令办公室氛围热烈 也提升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近期更是成为网络热搜的话题 成义 从坚韧到荣耀 成义的奋斗史 是对梦想的执着追寻 他的成功证明了只要不断努力 便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在他成为亨士代言人之际 许多人回顾他的过往 纷纷表达对他的喜爱与祝福 正如当时与成义一同直播的主播所感慨的 成义一路走过来并不容易 但他没有放弃 我们真的特别能理解 公众评价与意义 成义的形象在各大媒体和社交平台上 都得到了高度评价 观众们称赞他的努力和坚持 他不仅是值得追的偶像 更是一位能激励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榜样 成义的成功 让许多年轻人明白 面对困难与挫折 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 总结于启示 成义从一个普通的少年 历经努力 终于走上了代言人这一耀眼的舞台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功没有捷径 只有坚定的信念与持续的努力 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成义的经历中获得启发 不懈奋斗 追逐梦想 正如成义所言 我会一直努力 期待看到更好的自己 在这条追梦的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